近期的霸评演员杨阳成为剧迷们的关注焦点,当年她主演的《微微一笑》很清诚,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观看量,她凭借该剧竟成为国民老公,去年和迪乐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被网友封为《甜剧天花版》,让杨阳再次创下事业巅峰。 前段时间同时播出的军旅剧《特战荣耀》和古装剧《解释天下》,也让粉丝大赞她不论时装、古装或是军装都能完美驾驭。 现在拥有高人气的杨阳其实曾经沉寂过五年的时间,对综艺节目有很深的阴影,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杨阳。 杨阳自出道以后,出演过很多影视剧和不同类型的角色,对于每一部作品她都很用心,虽然称不上实力派演员, 但演技也是可圈可点,加上她帅气的形象也是吸引了无数观众。 《特战荣耀》也因为是杨阳主演的,所以热度特别高。 杨阳在里面饰演一个新兵,一开始的时候她虽然各方面技能突出,但却与队友们格格不入。 后来在恶劣环境和兼具任务的磨练下,她逐渐融入群体,最终从新兵蜕变为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。 这也是杨阳第一次扮演特战队员,她一直想以军人形象出演影视剧。 在以前很多采访中,杨阳经常提到自己的军装梦,从小就觉得穿上军装的人都很帅,特别想出演军事题材的影视剧。 这次杨阳出演的军人简直太帅气了,完全就是不少女生的理想心,与当初出演的航天工作者于途是不同类型的角色。 前段时间,她和九五后小花赵露丝一起合作的古装电视剧《且是天下也完美收官》。 杨阳在剧里也取得不错的成绩,很多媒体曾经问她,随着年龄增长你有想过转型吗? 她说并没有,这些年只要遇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就会去尝试,挑战新角色是杨阳当演员的目标,可以给观众打来不同的惊喜。 之前,她与迪六八合作的戏甜度太高了,两人因你是我的荣耀被称为荣耀夫妇,高颜值的两个人在剧播的时候互动超甜,所以也有不少网友在线科两人的真人CP,简称杨迪CP。 杨阳主演不仅在剧中一路高甜,在戏外也是互动平平,让网友兴奋不已,大寒内鱼眼狗的春天终于来了。 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在迪士尼的互动,让不少CP粉都以为两个人在一起了,不然在合体营业的时候也不会如此浪漫吧? 真希望杨阳可以将迪勒巴追到手,他们两个人无论是从外貌性格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十分匹配的。 杨阳曾经被主称问道,你最想和哪个女艺人合作?杨阳不假思索地回答迪勒巴,果然杨阳还是忘不了迪勒巴呢。 荣耀发布会上,两人也有许多浪漫的小细节,比如,杨阳和迪勒巴在现场神情对视,在现了彼此问候好久不见的剧情,这甜度超高啊,这对真的很难不科。 在金工宴上,主称问他们想对大家说些什么,杨阳说谢谢大家的认可,今天夏天有荣耀和大家一起度过,今晚每个人都吃好喝好玩好。 迪勒巴也是一模一样的说辞,大家吃好喝好玩好。 看到两个人发言之后,很多网友都表示,这段发言像极了婚礼剧谢子,让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们吃好喝好。 杨阳和迪勒巴参加节目时,各种互动也非常甜蜜,当热巴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时,杨阳也非常积极地帮助她,后期编辑也非常棒,营造了一种甜蜜浪漫的氛围。 两个人拍摄海报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牵手,还有CB粉在拍摄花絮中发现了细枝末节。 片场休息时,迪勒巴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身份证以后,想都没想便直接放在了杨阳的裤兜里。 这样自然的动作让许多粉丝都怀疑,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。 只能说,杨阳和迪勒巴互相成就了彼此,这次两个人演技都非常自然,杨阳的演技有了一些生活的层次感。 早前看杨阳演戏就觉得是脸好看,但感觉还是本人,但是看于图呢就感觉脱离了杨阳的形象,迪勒巴算是本色出演吧。 荣耀之后,两人再次同框就是在2022年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。 两人合唱的歌曲《烟火星辰》,这也是两人主演的电视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片头剧。 杨阳热巴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中全程洒糖,甜蜜程度不亚于剧中演绎。 要说电视剧播完快半年了,两人还能这么有默契,让贼批粉们很是惊喜。 看看两人唱歌过程中的高甜画面,演唱中途走位,杨阳微笑着望着热巴,眼神自然亲切,热巴背对着镜头,不过看热巴上扬的苹果鸡就知道她也是笑着看杨阳了。 一边唱歌一边对视,默契又温暖,要说两人撒谈的高峰是在歌曲结尾了。 杨阳望着热巴的眼神特别深情,眼神深邃,似乎还有点眼圈泛红,而热巴望着杨阳也超专注。 如果说两人唱歌中途的对视是正常营业,那么结尾着深情对望,就有点真情流露的感觉了。 而台下的两人也是热聊不断,细心的网友发现杨阳坐的椅子跟热巴杨幂坐的不一样。 当天热巴跟杨幂两位好闺蜜坐在一起,杨幂身边是黄明浩,大家坐的椅子都是小沙发样式的,有白布装饰, 而坐在热巴身边的杨阳坐的是一把普通椅子,在徐坤身边刚好有一把这样的椅子。 大家猜测杨阳为了坐热巴身边,特意搬了这把椅子,不过也有可能是工作人员搬的。 杨阳热巴关系看起来确实很不错,两人坐在一起也没有距离感,杨阳还踩到热巴的裙摆。 加上热巴杨阳两年前晒同款背景就餐照,在同一个地点拍照似乎并不避嫌,让大家猜测两人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。 要说热巴杨阳,当初为了宣传主演的剧《营业撒糖》可以理解,但是剧已经播完大半年,两人再撒糖就跟宣传剧扯不上关系了。 但如今荣耀夫妇的热度还很大,再加上这两人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如果合适的话说不定会在一起呢。 无论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还是暧昧对象,一直胡乱猜测的网友不如尽心期待吧。 大家喜欢杨阳和迪乐巴的CP吗? 大家喜欢杨阳和迪乐巴的咖啡。